有一个朋友在公交车上 他有一个朋友在公交车上 有一个妹子啊 偷偷地偷了她的手机 被她发现了 她在公交车上大喊 哎 你这个小偷 车上所有的人偷 偷啊 都回过来看他们两个 这个妹子非常有经验 笑着说 哎呀 老公啊 别闹了 说完了 车里的人又各忙各的 不管他们了 这个朋友一看没偷诚 也就不讲话了 等下车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朋友更厉害 突然拿着妹子的包就跑 妹子在后面大喊 快呀 抓小偷呀 司机大笑地对着妹子说 你们这小两口可真会玩呢 现在社会无其不由 什么样的点子都有 你们记住了 反应慢的会被这个社会玩死 能力差的 你在家里会闲得要死 胆子小的会被吓死 酒量小的会被灌死 身体差的会被泪死 讲话太直的人会被整死 能干活的会被用死 这就是现代社会上的牢骚话呀 我们学佛人应该懂得 因缘所生的世界 因缘所灭的人间 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为物质太拼命的人 最后是人在追导会上礼堂 全部的钱财留银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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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